台北市万芳医院爆发了院内感染 累计三个人确诊 市长柯文哲副市长黄珊珊 今天紧急到了万芳医院视察召开会议 严理未来优先让已经接种疫苗的看护 来照顾病患 避免医院再出现防疫破口 而新北市长侯友宜 下午更在记者会上公布疫调结果 指称已经累计有六位是新北市民 受到了台北市院内感染颇及而确诊 不过台北市卫生局 随后就不是这样的说法 不禁符合事实 双方的说法出现罗生门 台北市长柯文哲低调来视察 因为万芳医院爆发院内感染 累计三人确诊 一名病患一名外拥 还有一名陪病家属 院内管控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医院和聘用的这些合约康护 事实上他就有打疫苗 然后也有做相关的PCR的检测 他是可以进来 那因为他自己的外籍康护 不在我们的注射领带 我们也没办法把他接种 师傅高层跟万芳医院紧急会议 除了柯文哲 黄珊珊 甚至连为了特权疫苗事件 被请假的卫生局长黄世杰都来了 防毒院内出现破口 未来除了优先让打过疫苗的看护 来照顾病患 也要尽快让医护人员完成第二剂疫苗接种 紧急补破网 因为台北市的疫情再度殃及新北市 台北某医院这个院内感染造成新北市的市民 有六个人受到波及 这部分已经通报台北市来做处理 台北没公布的疫调 新北先曝了光 一位住在深坑的新北市民到医院陪伴住院的爸爸而染疫 另一位新店居民则是住在确诊者隔壁病房也被传染 但是北市卫生局不认账 以流行病学来看 应该是最多只有地缘性关系 如果没有确诊个案的接触时的话 并没有办法确认他们的因果关系 反驳侯友宜说法不仅符合事实 再度形成罗生门 而台北市零星疫情近来遍地开花 新医区还出现确诊者传染给分租套房 其他室友的类加户感染 目前新医区的确诊个案当中 大多属于不同处的家户感染 台北市政府也已经展开后续的疫调 匡列还有隔离的作业 强调一切都在掌控中 但是最近一周万华确诊 还有30例依旧是高居不下 北市疫情持续紧绷 记得林确廷叶向元采访报道